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 我是Thomas 今天讲一讲一个话题就是 香港其实有没有话语权的呢? 香港来说一直都被很多人认为需要低调 我们不应该有泰国鲜明的立场 为什么?我们是国际城市 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爱在心里口难开 反思香港的话语权 美斯的事件都应该是过一段落 不过法律方面的追究是否没完没了呢? 这件事我们就不太重视了 首先这些法律的程序就会很长久 我想总是要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胜利结束了这场国际政治 挫败了有心搞黄香港戏码的人 还有看我们表现香港人原来真的有话语权 那我们看看两只来自巴斯特报之前的文章 首先就是黎智耀写的就是 谁想美斯不在香港落墙 乱港政客开刊 政治动机 路端危 作者揭露了黎智英的死党 英国的政客罗杰斯 后知后觉整件美斯事件都差不多都已经是水落石出的时候 现在才在他的祖家叫做旁观者的集资里面赞文 无端端原本大家都在这儿糾纤 究竟是不是契约精神 是不是合同问题 美斯上场这个主板大家知道这些问题呢? 什么都不说 无端端就加一把火 这把火就叫做政治化 直截得咸根本就不应该在23条立法的期间呢 带着这个国际博物球队访港 为香港投资没粉 多得美斯受伤缺陣令港府的宣传 带着它成为公关灾难 好像全部这些事情你知道的 如果你不是事实很明白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是全西方应该要搞云香港的城市呢? 因为香港要搞23条 所以全西方阵营是不是应该要制止香港去搞城市 所谓的投资没粉呢? 这个是不是政治行动来的呢? 好了 再想一想 美斯的决策是不是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呢? 不是合约问题不是受伤问题的 无端端加把火下来呢 那就是叫做 我想叫做九尾族丢 或者叫做滑蛇添竹 那就是很清楚了 国际城市的比赛逆日 就是2月5号我记得 刚刚2月4号立春的 那2月5号呢就是 美斯事件发酵 即场有很多人叫回水 很不满意 但是不知道把火烧去哪里 那么很多人引导大家去烧 当然是烧香港政府主办家庭 就是完全是 那些官员就是疏忽 但是这把火烧不了 代表中国本位 香港专业私民利益的言论 一面倒就烧向美斯 美斯求的和他的主办单位 很明显 这把火烧得相当之漂亮 正确的方向 是去燃烧 不是什么 香港容官问题 不是什么香港不应该 搞盛事的问题 而是 所有的东西 都是归起美斯国一边 你是不对 回水是硬道理 当时大家硬道理 先回水 中国香港对美斯不满 每天都发酵 你看不到人家 就走去 对这个香港政府 作出什么抗议 反而看到 有人是 上这个社交网站 展览他们自己的 美斯的波纱流 原本是美斯迷 但是就觉得很不似 所以就没有出现 西方预期的所谓白史运动 白史运动就是 当时就是因为有这个 重大清零 有一班人 他出来摆拍 这张白纸抗议政府 这次没有白纸运动 反而很多人烧波纱 当堂真的烧了 怎么办 其实还有一个契机 可以反击 就是西方 他说很小 发表评论 首先说美斯事件 是有政治同期 这件事其实也挺危险的 你这么说 有政治同期 因为你很难考据 他说有外部很厉害 故意要值这个事件 令香港难堪 其实你只要抓住 什么 拉高他的政治 不应该政治化 香港政府 心里有鬼 这些东西 就可以用点数 可以赢了这场城市 就是说 完全理计 西方会占上风 是吧 你政治化这件事 不是我 是吧 殊不知 很需要不需要一班 坐在公众席 假扮香港球迷的几位投编人士 站起来 马上说 这件事都没搞清楚 自己说 香港官员办事不力 好事变坏事 香港自卫国际地位 甚至说 香港不应该 再这么中国化 我们香港应该要更加国际化 说这些东西 好像你有避而理 甚至好像是量身订造 这些 瑞士的节奏 大家稍不相信 半信半疑 香港球迷 表示 香港阵营有一些 所谓的 都算是香港的持份者 但是这些人突然间 会说到很国际化 很国际化的东西 为什么会突然站出来 来说这些说话 大家都不觉得 他们是不是有政治动机 其实我们都不觉得 但是你罗杰斯这样写一文 就说 港府展开了基本法 23条目的是 要收紧香港的基本自由 说迫衡不应该去这个时候 去比赛 那你就暴露了所有人身份 原来 国际派一向都想说 23条你应该放手 你不应该搞这个 国家安全 就是国安法 你应该要 尊重多些国际的别墜 那这些人 今次就 突出港美斯事件 原来都是 去支持这些 倾向的言论 香港不是国际 香港越来越不国际化了 所以香港要警戒了 喂 这些东西真的 真的 你说不是政治化 我又很难明白 这些国际派 我不开名 大家都心里有数 枉它做这么多日人 一朝到复就已经是丧了 就被这个劳结斯 就搞黄了 美斯事件 不单止 如果我们看清楚 越来越相信 例如黎霆瑶所说 我们越来越相信 他真是瞄准23条 而来的 至于美斯 怎样去呼应 我们不清楚 他那个落笼去黄 不过你整件事 真的有人利用 或者有人制造 他们甚至无法预知 当时的效果 结果 对不对 冲着23条 而来 起身附和那些本地球迷 那些社会言达 长期呼吁 香港要走香港路线 香港要和中国有个防火场 这个是什么比喻呢 就是叫做西山同邦落中东营 这个典故来自汉武帝 当时见到这样的景象 就问黄朔 为什么有这么奇怪 黄朔就说 因为 同是山之子 山者同之无 这个阴阳气责 子无相禁 于是他见到西山同邦的现象 令到为什么会有落中东营呢 估计将会有山崩地裂 为什么呢 因为同和中和这个山 大家有很明瞄的关系 尽管不然 不去解释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所说 为什么会有西山同邦落中东营呢 西方是好记忆香港去搞国安法 西方很不想香港是纳亚三条 这次会有些同者山之子 山者同之无的关系 有些人站起来就为这些人说话 为西方说话 为外国势力说话 原本不知道的 你这些事件都站起来 你现在坐不下了 另一则报导又是说23条 立法梁振英促政府多向外企解说 指未善用他国例子 正香港非独立 这篇报导就说到梁振英同一时间 除了批评说好像岳父做得到解说不够之余 他也批评一些机构 他概括一些商会 部分商会和出约团体 即使是同景大湾区的发展 但是没有充分参与 梁振英就直接点名了 香港总商会 香港出口商会 香港中华商会 中华商会等等 有丰富资源 和会员 应该是积极参与 扩展 推广了我们的政策 但是没有 为什么呢 好了 美斯事件 由于是表现了我们香港人的意向 我们是清清楚楚 把这件事归够在美斯和美斯主办方面 也很强而有力 是表现了我们的话语权 现在其他人说什么话 都供不入利益 尤其是罗继斯做了小丑 很多项目实际上 就是香港的话语权 不是很不足的 美斯这件事很特别 就是例如这个 粤港澳大湾区 规划提出 一打一路之外 香港应该利用这个国际优势 作为领行建设 这个科技创新中心 就是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 那时候你说香港表现如何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民企星 不见其影 我们真的说了几十年 这个创科 就是从东京华华开始 似乎都是不似预期 很明显 为什么呢 香港整体来说有不同的愿景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视野 香港依然还想做回自己的产业 香港的产业 香港的产业是什么 地产 香港的产业是什么 地产 香港的经济支柱是什么 地产 是不是 有没有变得 是不是 香港说想搞这个科創科 什么中药港 不行 好像就是 我们的土地利用 我们的资源利用 资源利用 资源利用 都不应该走这个方向 更何方的大湾区 更何方一带一路 这个是我的观察 你同意吗 所以说香港哪里有远实力 哪里有人可以说好香港的事 谁做好香港的事 这个就是我的观察 你当然你说不是 香港其实已经是非常之进步 要是的话 梁振英就不会说这番话 不过这么说 人人都可以叫做洋边 驱册特区政府 要背起更加多的作用 要跑得更加快 打动香港前进 不过但是呢 应该有时候出来要检查一下 就是香港政府管治团队 背着这一架车 究竟这个车是圆还是方 你先搞清楚 所以你知道呢 如果那个车是方的话 那真是车 真是很难车到前 这个是我们所见的 真是要从这个 第一原理最根源的问题 去讨论 其他东西呢 少点说吧 对吧 一起找出那个原因 一起找出那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这样才有信务力的 这是我的看法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 再见 再见